衝浪 衝浪啦 你會不會很困擾 每次衝浪前 你就信心滿滿的告訴自己 今天去衝浪 我在海上一定要 呼噻啊 呼啦 呜 呼啥 起飛 進管 噴管啦 出來 噗啦 但每次卻都是這種結局 噗啦 噗 噗啦 呼噗 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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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像你 很不幸的 衝浪是一個滑水的運動 你在衝浪的時候 有九成九的時間都花在滑水 只有1%的時間 你才是站在板子上 既然滑水那麼重要 那到底該怎麼練呢 我保證你一定聽過這樣子的答案 啊你就多衝就會進步啦 啊靠那不是廢話 我也知道多衝會變強啊 問題就是我平常沒時間下水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在家做的衝浪運動 只要熟悉這7個動作 下次下水 保證你離 更進一步 呦 想跟各位分享一個小觀念 在家運動 不是為了把肌肉練得肥大 而是希望能夠運用在路上的時間 去模擬在海上的感覺 這種訓練才有效率 第一個動作 噗 好像在做瑜伽一樣 透過流暢的身體控制 可以先熱開滑水所需要用到的肌肉群 當你穩定性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隻腳抬起來 想像一下自己在前躍的感覺 為了左右平衡 我常常會左右腳交替 像這樣 第二個動作 滑水 其實在衝浪的時候 滑水的穩定度跟power 是從你的背肌提供的 記得穩定非常重要 在滑水的時候 你的上半身左右晃動越少 在海上的阻力就越小 你滑的就可以越快 這邊可以看到世界冠軍 Kelly Slater滑水的樣子 你仔細去看 他整個身體呈現是一直線的 雖然他的肩膀有稍微的挪動 但是他從頭到腳 所畫的這條直線 沒有被扭曲過 這就是我在做這個動作 追求的最終目標 滑水的時候 你的胸口能挺得越高 你就能離板頭越近 越早就可以追到浪 台灣一個職業選手 叫大番薯 他曾經跟我講過 他在滑水的時候 感覺只有肋骨的最後一節 插在板子上面 所以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逼自己把腰挺到我自己的極限 讓我的背部去習慣這種 長時間拱起來的動作 如果一開始不習慣 不要怕用兩隻手去做輔助 先用兩隻手試著幫助自己 把腰能夠呈現很拱的狀態 習慣之後再慢慢放掉一隻手 然後做交替 拱腰跟滑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在路上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拜託就習慣把腳併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不併的話 很醜 第三個動作 起蹭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在路上練過 起蹭這個動作 但是我也相信大家 可能都做錯了 請讓我解釋一下 最常出現錯誤 是大家習慣用自己的腳尖做輔助 但如果你衝的板子 稍微短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 當你趴在板子上的時候 你的腳尖沒有辦法踩到板子 如果你看這些Pro Surfer 他們在起蹭的時候 他們並沒有用腳的輔助來讓自己跳起來 反而他們是把板子往水下壓 製造胸口與板子之間的空間 再用腹肌力量將膝蓋往胸口上收 建議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穿一件滑一點的長褲 你會比較好感覺用腹肌發力 然後雙腳被拖進胸口的那個動作 起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在於 你要真的去想像你在追浪的感覺 還有這道浪你要往右跑還是要往左跑 因為從滑水的最後幾步到你起蹭這一連串動作 你的眼睛基本上是不會離開你要前進的方向 比如說今天我選擇這道浪我要右跑 在滑水最後幾步我就會往右邊看 然後一直到起蹭的時候 我都不會把視線移開我右邊的浪壁 在做左跑浪跟右跑浪起蹭的時候 手自然而然會有不同的姿勢 這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在起蹭的時候 右跑浪起蹭完 理論上重心應該在前腳掌 左跑浪起蹭完 重心應該在後腳跟 自己都要在心裡模擬 這樣在海上衝浪的時候才會比較有效率 把這個動作練好非常重要 因為往往起蹭起得好 會最直接影響到接下來的加速 第四個動作 我叫他敲敲板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會把自己的腰繃緊到一個極限 然後試著把重心從最後面移到最前面 再從最前面移回最後面 你有沒有看過有些PRO在衝浪 他們在追到浪之前 只需要把板子往下一插水 然後彈出去的瞬間 用胸口往板頭的地方一壓 他們就追到浪了 這個動作主要就是在讓你習慣這個 重心從後面慢慢往前移動到板頭的這個感覺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然後拜託把兩隻腳併起來 感謝 感謝 感謝施主 感謝各位施主 第五個動作 第五跟第六個動作 其實都是起蹭的變形版 所以如果還卡在起蹭的朋友 我覺得就先把起蹭練好 等到習慣之後 再回來把第五跟第六個動作補起來就好 這個動作其實就是起蹭之後再加一個小收腿 你會看到很多PRO為什麼一起蹭就可以馬上加速 其實在加速的時候 它不適合用力的往下踩 反而是一個收膝蓋的感覺 在家裡你可以嘗試拿這兩個椅子 去感受這種膝蓋往上踩的感覺 往上踩 而不是往下跳 當你體會到這種收膝蓋的加速感的話 就可以加入之前起蹭的動作 先滑水 決定要左跑還右跑 眼睛看著你要前進的浪地 起蹭後 做一個收膝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左右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左邊的次數會做的跟右邊的一樣多 OK On to the next one 第六個動作 這個動作比較進階一點點 是模擬一個Bottom Turn 然後接一個off the lift 做完一個Bottom Turn後 做打Lip的動作 我自己最大的問題就是 每一次要上浪臂的時候 我的前腳會往了往胸口收 這樣我的板子就會卡在浪臂裡面 所以板的側邊常常會噴水花上來 就沒有辦法打到Lip的最上面 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動作 教自己Bottom Turn完 就要習慣把前腳往膝蓋的地方收 同時保持後腳旋轉時的穩定性 基本上我在做Front Side Bottom Turn 我會找我右手邊的一面牆 然後假設這面牆是我要去的浪臂 起蹭後眼睛不離開它 做一個Bottom Turn的動作 把前腳點到這面牆掃下來 那同樣的道理 我在做左邊的Back Side Off the Lip的時候 我會讓牆在我的左手邊 眼睛看著左邊這面牆 模擬滑水 胸口一壓 起蹭後 做一個Bottom Turn 打到浪臂的時候 我的前腳應該要收到我胸口 點到這面牆之後再甩下來 這個時候我會讓整個旋轉的重心 都壓在我的腳跟 模擬這種Back Side Bottom Turn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這個動作比較進階一點點 可以先把精力集中在起蹭上面 第七個動作 登山克 它是今天我要介紹運動裡面 強度最高最全身性的一個運動 它也非常符合衝浪的肌群 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做一個High Plank的時候 然後用你最快的速度 把膝蓋往胸口收 然後交替互換越快越好 但記得保持上半身的穩定性 打直的腳只要輕輕的點到地板 就可以再收回胸口 這個運動非常非常的累 但是一旦習慣了之後 你會發現滑水的穩定性提高非常多 如果覺得這些運動有幫助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分享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都會樂意回答喔 那如果你想知道 我是怎麼用這七個動作 穿插成一個十分鐘的肩切運動的話 那就敬請期待下一集 我將帶著各位 做我平常在家做的十分鐘運動 在這邊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衝浪前輩給我很大的啟示 他說 像我這種住在都市的人 雖然 平常只有週末可以衝浪 但是 衝浪不應該只是週末的運動 平常一到五應該是訓練體能的時候 而週末真的下水的時候 應該是檢視這一到五你努力的成果 只要你願意一到五努力跟著做 保證你下次下水 也能夠 進館了 啊 吞管 吞吞 snap back car back 尽管了 car back 尽管 噠 吞 啊